102年兒童節模範兒童表演活動 4月3號下午在文化處演藝廳舉行 現場除了足一頒獎給500位受獎小朋友 更安排資本國小原住民舞蹈 兒童故事館、戲劇表演等 讓小朋友們觀摩學習 台中現場黃建廷、副現場張基毅 縣府交易處長林輝煌等貴賓也特別到場參加 並鼓勵小朋友們繼續保持樹立典範 我相信今天能夠獲得這樣的一個獎的小朋友 都是在學校裡面 是老師眼中的好學生 我相信模範兒童在各個領域裡面 也都有很好的表現 台東有很多的小朋友是非常有才華 從小表現得就非常好 那不管是在音樂啊、舞蹈啊、體育啊 各方面也都有很好的表現 獲獎的模範兒童有些在家長或老師的陪同一起領獎 更受到肯定 新妮,你今天來領什麼獎 最棒的 最棒的 最棒的什麼 模 模 模範 我覺得對他們是一個很大的鼓勵 對他們來說,模範就是最棒的小朋友才可以得的 然後他們會因為要得這個獎 然後就努力表現得更好 所以我覺得對他們在學習 還有生活上都有很大的幫助跟肯定 他從幼稚園到現在 他已經拿到很多的獎了 他算是殘障 可是他真的不認為他是殘障 他雖然是被媽媽遺棄的小朋友 他很懂 他很認真 也是很會讀書 透過模範兒童表揚 鼓勵兒童 希望讓台東的孩子天賦能自由發揮 東南新聞 范耀玲 台東市報導 我是一級大 一級大